大家好我是胖爹 歡迎收看胖胖小屋場景賞稀 這次要來介紹的是水行俠的場景 這款為確定場景我就口述整個的製作過程 水行俠整個場景概念主要是參考電影裡面有一幕 水行俠在西西里島的打鬥 那因為業主很喜歡那一幕 所以希望胖爹製作出符合他櫃子大小比例的場景 所以胖爹就製作出這一款西西里島的場景 那我接下來就來跟大家說明細節的部分 這羅馬柱呢主要是利用石膏所下去製作 那石膏的原模呢做完其實就會長像這樣很白 如果你直接放上去其實是不像 所以最後你還是要利用噴槍和一些 壓克力顏料的顏色讓這些上面的效果做得自然一些 土壤的部分呢其實是用Tamiya的這個情境高的這個土 下去做一個製作的 那其實做得做的方法很簡單 你就是把土打開來 它打開來呢其實裡面就有一個類似很像土壤的一個成分 你就把它挖出來塗在上面 那加一些落葉啊和草呢就能得到 這種質感的效果 那你再撒一點像這種假的這種 草啊這種黏在上面 然後你再用一些類似剝落的石塊的這種 這種羅馬柱的這種掉落的這種高 做一個細修就會得到一個 這個水行俠的場景地台 如果呢你把你想要的角色放在這個場景中呢 你放在櫃子裡面 這櫃子就非常有電影的畫面感 那不管是西西里島的打鬥水行俠 或是其他你想要的角色放在上面 包括聖鬥士行俠 其實放這樣的一個地台放在櫃子裡面 會增添你許多玩這個地台的一個樂趣 那這大致上的地台就是這樣製作而成的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喔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之後再見囉 掰掰 感謝再感謝 支持泡泡小屋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快來我們的官方點數按讚喔